为什么我们老是怀念汉唐的强盛 怀念那些气吞山河的名字 因为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人的勇猛 而这之后呢 永汉又有战功的人真是不多 不过还是有那么一位战神 他的名字是白袍将军 陈庆之 自给云 一心国山人 南北朝时期南朝阳将领 一生争战 长设齐谋 多为以少胜多 出身寒门的陈庆之 41岁十里兵 大兵人员 两位争夺窝阳这块宝地 北魏骑兵步兵总共15万前来支援 陈庆之率领麾下200骑兵突击 迫弃前军 为人震恐 陈庆之乃与诸将联营而尽 与卫军相持 从春至冬 几十场上百场战斗 梁军其他将领纷纷要求撤退 唯有陈庆之坚持战斗到底 北魏共十三城 互为击角 陈庆之趁夜率军出击 一夜连着攻陷了四座城池 逼得窝阳城主王为投降 其他九座城最终都因为陈庆之的猛烈进攻最终崩溃 这仗下来斩获无数